即将要上战场了 不要怕 在这边全校师生都要一起帮你们加油集气 建的国中为考生准备包高中的祈福仪式 活动现场洋溢着温馨的祝福氛围 建的国中为了今年九年级的会考同学 准备了祈福活动 我们除了准备包高中学生的姓名钥匙圈 还有准备了花莲的一等米 希望同学能够考上一等的学校 其中很特别是建的国中 应用永续教案课程 规划出采用花莲优质一等米 制作具平安祈福意涵的包装 共七款 孩子们千颂名意义非凡 前阵子参加永续教科书的教案编写 设计了一款以米食为主题的课程设计 这次结合会考的祈福活动 我们精选了台湾后花园花莲的一等米 祈祷各位考生可以吃一等米之后 考试也可以第一等 每一包平安米虽然分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也想传递一个观念 就是祈福不胜食 然后煮多少吃多少的观念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为会考的考生祈福 也为花莲加油 预祝各位考生金榜提名 校方也设计QR Code 开放给大家索取金榜提名祈福米 同时也准备了葱 蒜 笋 等具有好彩头意涵的美食 给予考师们正面能量 我觉得学校办这活动还不错 就是考前可能大家会紧张 然后讲一讲可能大家心情会放宽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也祝大家考的会很好 希望考的都会猜的都种 最近大家都很努力在读书 然后也会留在学校 晚上也会留在学校读书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考到自己想要的学校 感受市场们的关心与祝福 祝福学子旗开得胜 考的都会 写的都对 都能够金榜提名 为考高中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导